一分钟终于有人了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是谁啊我靠 终于排进去了 螺丝刀又是螺丝刀 跟螺丝刀打了差不多有三把了 什么又是螺丝刀啊我靠 每一把匹配都是螺丝刀 OK我们继续说电魂伞好吧 前面两把已经赢了他差不多两把了 这边是第三把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把的比赛 我们要换套路了好吧 第三把比赛我们要换套路了 兄弟们 他可能会给自己喂五龙丹啊 兄弟们 这兄弟我跟你说 会给 会容易给自己喂五龙丹啊 我们先 你说我们套不套呢 我们套前面这个宝吧 让他喂一个五龙丹 行不行 那这回肯定要取秒了不能 不能让你 还是疯人 要喂随便你喂 对吧 OK五魂没有中 真的喂 这兄弟是什么真喂啊 兄弟们你看 真喂啊 兄弟们你看 这兄弟是真不讲五德 说喂就喂啊 兄弟们 我们先进后面这个宝宝 他下回来的话是肯定要出宝宝了 出宝宝的话我们不急 我们也出宝宝 出一个 黎皮 黎皮 我们主要亲后面这个宝 我前面这个宝宝如果说带一个那个 那个宝宝就好了 没有带那个宝宝 我们给自己卡一个紫心 预录完 因为他宝宝有 有那个 有那个 吸收啊 也不太好晕 我们卡一个紫心吧 我们下回要直接把他宝宝给套掉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下回要死成风 他可能会接风卷 他也只有接风卷这一条路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还是老龟去 这回的话我们 我们直接起罗汉 好吧 让他接风卷 我们直接起罗汉 我们虽然说晕不住 我们还是 晕不住我们就晕龙龟吧 好吧 晕不住的话 我们就晕龙龟 他这个龙龟也是个利皮龙龟 晕不住就晕龙龟吧 这个宝宝能不能出手 我们看天翼了 接罗汉 还差6点愤怒 下巴再可以接 晕龙龟对吧 他肯定要晕我这个利皮 对不对 这边就看谁的运更好一些了 OK 他接风卷 下回要出宝宝 下回合要出宝宝 那我们下回合也得出宝宝 我们下回合再出一个 再出一个利皮就行 我们下回合再出一个利皮 再出一个皮 我们再出一个利皮 我们继续清一下 他后面这个宝宝 就前面这个宝宝 血量还行 他这回合要出宝宝 所以说不急 下回合再顶血 再出宝宝 OK 又晕住啊 只要他前面这个利皮不动手啊 我们这个宝宝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好吧 他出宝宝了 出完宝宝 我们正好愤怒够接一把罗 所以说我们不急得起塔 他下一回合的话 出完宝宝是肯定要去秒的 我们就这一回合再来封他就行了 好吧 我们这一回合再来封他 我们这一回合再来封一下他 封一下他 主要的清他会变这一个宝宝 前面这个宝宝得顶个血 好吧 前面这个宝宝得顶个血了 不顶血的话容易翘 对 先把他这电魂伞给清掉 清掉电魂伞比赛赢70% 我跟你说 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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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可能又卡五农单吧大哥 不至于吧兄弟 OK这把没有卡五农单 没卡五农单就行了 没卡五农单 那后面这个宝宝不生就得飞啊 兄弟们 下回来段中汉 段中汉 他后面这个配复给解自己了 来别死大哥 没有神 那下回来看一下他再回来这个宝宝死不死 死了的话他是没有配复解自己的 飞 应该还差一点啊 他这回要拿配复解自己 我们直接出顺法 看一下能不能顺掉 好吧 我们直接出一回合顺法 看一下能不能把后面这个宝宝给顺掉 宝宝的话 换一个宝宝根吧 换一个 也不能换 万一神又了呢 对不对 不换 用壁垒根吧 用壁垒加三个有爆根吧 万一神了呢 对不对 换一个神又啊 我靠 这个是吸收还是神又啊 还好我宝宝都有根 没有根的话 这一把巨亏 还好我宝宝 所有的壁垒击破宝宝全根了 对吧 没有根的话 这一把亏生狗啊 亏生狗 说你们 下一把我们要揭罗了 说你们 这把有点不好搞 说你们 OK 应该还差一下 关键时候 关键时候 来了一把 这个叫做 三上有爆 来了一把恶宝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把他宝宝给套 套中 好吧 成呆就在这一波 套宝宝了 好吧 把宝宝给套中 套中宝宝的话 这一回合的话 对面的宝宝是 顶不出药的 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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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套宝宝没 没套中啊 兄弟们 还不如接罗呢 宝宝又吸收了 好容易吸收啊 他会没这个宝宝 对面这一把有一把取妙 还还行 我们宝宝有神幼 果然善天对于哪个人都是安平 都都是公平的 有神幼就行 呃 三层的一个风铃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宝宝能不能清掉 他下回要出宝宝了 我们下回也出宝宝 来看一下立批 还好没有上野宝 我特别怕散宝 屁啦 死可爱业 他下回要出宝宝 我们这一回也出宝宝 直接再出一个订婚伞的宝宝 好吧 出一个订婚伞的宝 我们 呃 激活把这个呃 一批的宝宝给 给给清掉 下回可以接罗汉 我们不急 他们有风铃啊 他有风铃 我有愤怒啊 不急 打得稳一点 他这一回不取妙的话 基本上就输了 兄弟们 打PK啊 就是要狭路先逢勇者生 OK 他这一回很聪明 接了一把取妙 这一把打得很聪明啊 对面 这把取妙打得特别好 他下一把是肯定要出宝宝的 因为他这一回要取妙的嘛 下一回他只有出宝宝 第九回合了 下一回第四回合 我不知道他下一回要出什么宝宝 我们下一回合的话 是可以接罗汉的 我看一下 我们他下一回要取妙 我们下一回可以接罗汉 我们 我觉得他下一回要出宝宝 这回出不了宝宝 不能接罗汉 得下一回合再接罗汉 我们先给宝宝顶个药 好吧 先给宝宝 顶个药 魔法只不够 我们评看一下 这边够 好吧 先给宝宝顶个药 对吧 给宝宝顶个药 他这一回要是肯定不会取妙的 我们先给宝宝顶药 对吧 哦 他出来顺发了 对吧 这一把 我跟你说 宝宝顶药顶的非常 他 他 他 产生面现在一个配数都没有啊 说你们 产生面一个配数都没有了 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有个四层风铃了 四层风铃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农龟清掉 哎呦 感觉这把好像又有点小困难 把农龟神佑 农龟神佑的话 我们这把要赌一把风铃命中虑 还是盖一把罗汉呢 我们 我决定我们这一把 赌风铃命中虑也不行啊 盖一把罗汉吧 我们 打稳一点 好吧 我们盖一把 罗汉 清一下后面的这一个 顺法吧 前面这个把 我顶个要吧 估计 可能死不了 因为他这一回合啊 四层风铃是肯定要风卷的 如果我但凡没有风中他 一把风卷过来 可能要玩 对吧 他而且 地神仙情直接解的 你看到没有 打得很聪明啊 这一回合对面没有秒 地神仙情解 下一回合是百分之百能出手的 我们两个宝宝有根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宝会不会死 他下一回合是肯定要取秒的 我们下回合再套他 我们下回合出宝宝 套他都都都可以 好吧 我们后面这个宝死 哎呦 这个比赛有点难搞了 兄弟们 这个比赛有点难搞了 地神仙情有点回合 地神仙情有点回合 我们再出一个宝宝 好像没有电魂伞的宝宝了呀 兄弟们 没有电魂伞 他这个宝 他这个回合是肯定要取秒的 所以说我们得 呃 我们得出一个顺法吧 好吧 增加一些伤害力吧 他这一回合是百分之 一万是要取秒的 他这一回合好吧 没有别的操作 百分之百要取秒的 OK 我们给人物也顶个药 出个顺法 给人物顶个药 等他下回出宝的时候 我们直接换地厅 哇 这宝宝秒的舒服 OK 他出了一个锥子宝宝 好吧 出了一个锥子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宝宝清掉 还差一点 我们下回合出不了宝宝 我们直接看一下 能不能把他这个锥子宝宝给套掉 兄弟们 看一下有没有把 有没有可能把他后面这个宝宝给套掉 他这个前面这个宝应该也差一丢丢了 套人还是套宝宝呢 锥子宝宝 第三星期一回合 套人的话套不了 直接套宝宝吧 好吧 把锥子宝宝给套了 虚弥 哎呀 虚弥自动了 哎呦 冬天时候有点冷啊 感觉这一把要输了 OK Topzone 宝宝有高级精神集中吗 他应该会亲我的虚弥吧 还好 自不自动都没有关系 反正这一把虚弥没出手 前面这个壁垒没出手 好像有点亏啊 兄弟们 哎呦 好像这把不好打啊 兄弟们 前面这个壁垒没出手啊 这把不好搞了 出的快了 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 直接冲吧 好吧 直接冲 这把没有办法了 直接冲了 兄弟们 换地厅了 不换地厅没花招了 兄弟们 OK 直接出地厅了 我们到下一回合的关键点 落叶萧萧 那没了 没有死了 别死大哥 别碰我的宝宝 别碰我宝宝兄弟 两个宝宝都都打我 别碰我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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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回合呢 我们纠集 我们就看地厅快 还是他什么地厅快了 好吧 没得选择 我们就看地厅速度快 还是对面速度快了 好吧 关照万象 直接造型 看一下对面的配速快 还是我们的地厅快 绝杀了 感觉 好像感觉我们要输了 兄弟们 我觉得我这个地厅 应该比他后面这个配速要快 关照万象出来 先出关照 可以 有机会 兄弟们 有机会了 这一把 我给几秒 应该他人不死的话 宝宝全得飞 我这个是超千速的关照 兄弟们 后面宝宝有神药 抬上牙顶 再压 再来 连连连法术年纪 再来法术年纪 哎哟 差一丢丢啊 看一下对面怎么操作 宝宝能不能把后面这个宝 拍死了 拍死了 他现在的话 后面那个宝能领水 我们前面 我们 不能出宝吧 只能出小孩了 没有办法 直接套吧 这一回合的话 一定得中啊 套不中就没了 兄弟 先套 我给关键时候套中一把 那还行 加水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把后面的宝宝清掉 出来个隐功了 隐功还把我这个前面宝宝清掉了 那怎么办兄弟们 没有宝宝了呀 兄弟们 现在没有宝宝了呀 他辟数解开 自己赢了呀 输了一把 好可惜 他后面这个宝宝神诱了 没有神诱的话 那一把关照万象 应该全带走了 最后一个宝宝了 我靠 出来一个农棍小孩了 农棍小孩 直接解自己 行神 干我 神诱 神 没有神 没有神奇 没有神 我们只能宝宝拉自己 看一下能不能封一下 对面有电魂伞 不好打 不好打兄弟 对面宝宝宝宝还很多 OK 下下这一次有失误 下一次就好打 这一把 放他一手 好吧 赢两把输一把 翻一手 说你们 现在呢 多少分 现在呢 29分 我靠说你们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积分 1540 我靠 一把回到解放前